可是一样啊,就是说Freeside,SML,P4,SML的部分都穿得大嘛 小XL也是可以啊,这个款式 我身上穿的是深蓝色,它属于蛋糕裙的裁剪 Freeside,它是属于暖身,中厚的牛仔面料 就是因为这样子中厚的牛仔面料,它穿起来它才有那个立体感 它就是属于蛋糕裙的裁剪,整件裙头是这样子rubber elastic 前后都是rubber elastic,然后它是破开一层,两层,三层这样子来车 我祝你就是穿着同个尺码,是要把一层处于这样子flare的就对了 基本上只要你的腰围没有超过,两个尺码看好啊 Dark Blue的尺寸会比较大,OK? 然后呢,浅蓝的尺寸会比较小,所以我们有提供两个尺寸 基本上就是在它的different,就是在腰间那一边啊 来我拉伸给你们看先啊 腰这个part整件,整件裙的半裙的腰是rubber elastic的就对了,OK? 浅蓝的尺寸是82,虽然说两个尺寸不一样 可是overall,两个是我都是穿得到,然后一样呢,助理一样是穿得到 SML的顾客都穿得到就对了,长度呢,就是属于一个大气的长度 Viloni的长度啊,没有拉力没有扭扣啊,穿的时候就这样子套上来就好了 整体它穿起来就是很显,所以为什么它是这样子蛋糕裙的裁剪? 啊,没有拉伸是比较小的啊,算是说我跟主播都穿得大都会松 因为它在没有拉伸的情况之下,它是比较小的 但是看来你们觉得它很小,OK? 可是就是它整件裙头是rubber elastic,前后都是rubber elastic 所以它可以撑到很大的就对了,助理和我都是穿着同一个词吗? 想要显瘦还是上班偷偷穿? 其实我觉得,撑着你刚才那个corporate color的上面的看法 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裙子我觉得上班还好,除非你office不是那种需要很corporate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上班,毕竟它长度有在那边嘛,属于的VDI的长度啦 然后是身高60整体穿起来会是这样子 呃,这个款式没有口袋啊,是的,它是没有口袋的蛋糕裙的裙子 所以说,抓到我身上不会说太累不舒服啊,我拉伸是很有朋友 为什么说这个可以到L或者是小XL是可以 是因为它的拉伸可以却要蛮大 也不用担心说,诶,助理穿到太累不会 然后主播胎的穿到,诶,会不会太深也是不会啊 毕竟是它是前后都可以拉伸的一个半,就是说半裙来的 所以说穿起来对外来讲是一个七八分的长度了 所以说,如果你们这一期找的牛仔半裙 啊,这样子的闪裙的款式的,可以考虑带走这一个啊,可以 也是唯一的一个,对了,可以选择带走这一个 像当打CodeColor啊,看你是说 比较偏向深蓝或者是前蓝 深蓝来讲肯定是比较显瘦 那么前蓝整体带出的效果是属于比较显明 讲的,呃,比较有牛仔风格的那一款式 然后说,前蓝也会比较显明 显瘦就是深蓝色哈 好,来,我换了,呃,显蓝配回,呃,一样配回这一件上衣 可是这一次我就配了小布鞋 感觉就不一样了,感觉就不一样了 先要轻哈 刚才我称,呃,升蓝我是称布鞋 因为想要说,ok,如果你想上班不需要穿得太former的话 所以你是称布鞋啊? 没有,刚才我是称高跟鞋 如果你上班,ok 不需要穿得太former的话 你可以升蓝这样子配上,呃,我这件上衣一样是搭得到 然后就称上高跟鞋 可是如果你平常休闲的话,你可以这样子浅蓝配个白色的衬衫还是上衣 白色的上衣这样子来配布鞋就好了 下白它就属于这样子大flare的裁剪,ok 属于蛋糕型的裁剪啊,它破开,破开三,三,三级啊 这样子一层,两层,三层,没有拉链,没有扭破啊 穿的时候就这样子套上来 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池吗?整件裙头是rabby elastic 所以说颜色上面不难选呢?就两个是深蓝或者是浅蓝 就看你自己本身比较偏爱那个色 想要穿的比较,比较样,然后比较有牛仔feel的话 你就带走这样子浅蓝色 衬任何白色的衬衫啊,上衣都衬搭得到 然后上班想,上班不需要穿的太former 然后想要上班穿的话,可以考虑带走这个深蓝色 还是如果很喜欢这个款,有两个是带走吧,ok 其实啊,价钱也不高啊,价钱多少钱呢? 六十八,六十八,ok free size,下班打刻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 两个色,overall这个款式有两个尺寸啊 深蓝的尺寸会比较大,然后浅蓝的尺寸会比较小 可是一样啦,两个色,两个色 XML的顾客都穿得到,我一样两个色穿的不会松 或者是助理穿的也不会说紧到不舒服 还是太累那种是不会啊,因为毕竟它整件裙头是这样子 Rubble Elastic的,ok 今天牛仔帮群更是fair的,就只有这一个款啊 STW0M,这个是HSJ3,47价钱 是六十八,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就是助理生产船的那一件三衣啊,ok 上衣的客是非常优惠一下啊,上衣只是都是fair的